第2079集 我说小夕,你到底找了怎样一个怪物啊? 周夕的堂兄忍不住了 是啊,这让我们怎么活啊,感觉脸上发烫 别告诉我,他都准备与族中的老祖们争雄了,将平起平坐 一位美艳的少女也开口 曾经的自信,现在被人强烈的撼动了 龙大宇很想说,你们才发现吗? 本龙早就被打击的不知道多少次了 最为可恨的是,一切都是从背黑锅开始 拐龙的老兄弟,其风也是无言,保持沉默 这个才认识的少年,带给了他们太多的意外 他们是从史前活下来的大能 什么样的天才没见过呢? 但是,这种特殊的个例,还是让他们深感震撼 连周伯都在感慨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五百岁以下的大能 什么五百岁啊,数千岁以下的都只是传闻 真正去考证的话,皆不可信 这太不正常了 另一位老怪物纠正 不要冒险了 周西看着楚风,认真中充满了忧虑 这种进化速度简直是想杀几身 走向自我毁灭 不要担心,我没事 楚风给了他一个自信的微笑 想让他安心 我怕,你以后再也无法回头 在时光中,看不到真正的你 历代进阶过快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哪怕最后勉强活着,也都生不如死 被受折磨的精神体,彻底沦为腐烂肉身中的囚徒 老古也极力反对 别急躁,你需要沉点 认为楚风再这样下去绝对会出事 周伯开口 可以检测下 周族何等的强大 掌握有阳间座椅强呼吸法之一 在道统排名中第六 自古从未被撼动过 在有的时代排位甚至更高 他没有特殊的方法 可以探查进化者的状态 看他是否还适合再利用花粉蜕变下去 楚风惊诧 该组的手段这么厉害 他倒也不反对 也想看一看现在自身的境况到底如何 最终楚风被送进一座洁白的殿宇中 他通体都是骨质的 没有阴森之感 像是扬之美玉铸造而成 按照周族所说 白骨前身应该是一位走到究极尽头 甚至开始尝试接续断路的生物 所以连着洁白骨殿的材质都不可想象 而以这种生物的遗孤检测 作与恰当不过了 被周族历代前嫌纪恋后 名刻上无数的符号 与天地间的花粉鹿相连 称得上无甲质宝 很快 洁白的骨殿发光近乎透明起来 连外面的人都能够看到 殿中的楚风是什么状态 这是 楚风吃惊他看到了什么 无数的光粒子在天地间漂浮 在那山川中洒落 这骨殿果然不一般 他又一次看到了模糊的花粉鹿的本质 尤其是他看下某一个方位 那是杨坚戒壁处 居然可以映现出来 那里是光粒子格外的浓郁在沸腾 楚风神情恍惚 他想到了很多 杨坚大一统诸天归一 这一切都是要征战 要贯穿各计 要杀伐无数 难道这样可以让花粉鹿 隐藏的秘密更好的呈现吗 或许 三剑地气背后的人以及主记者 他们所要的都是这一结果吗 收割各界 对那种生灵没有任何意义 他们在找什么呢 难道就是这些光粒子 花粉鹿的源头吗 让他们全部再现出来 古殿外的人也在观察楚风 他们更为吃惊 很快则是震撼了 还有部分人充满了忧虑之色 通过特殊的白骨墙壁 能够映照出楚风的部分状态 他周身带着迷雾 居然有些克制骨垫 无法全部闲照出来 当然只是流露的部分真相 也让众人瞠目结舌 甚至悚然 楚风的躯体细节被无限放大 可以看到 他有些部分腐烂了 带着可怖的气息 仿佛随时会死去 在外面看 他站在迷雾中 宛若骷髅 肉身大面积的枯萎一下去 不断的被侵蚀 散发着腐朽的气息 这是 什么情况啊 连老谷都惊悚了 他并不了解周族这座古殿的秘密 龙大鱼更是头皮发麻 楚风这是 要挂了 周伯神色严肃 这是他的未来 确切的是 他如果再进化的话 可能会发生的事 形势很严峻 接着又有苏老解释 不要担心 我们每个人进入古殿 映照出来的未来景象都会是腐烂体 甚至远比他还要严重呢 因为 如果映照出来真身完好无损 这就说明 再进化 毫无问题 不会有什么风险 可是 像周伯这种大混元层次的老家伙 他再进化的话 就是大鱼层次的生物了 进化成大鱼及生灵 古往近来有多少人能成功呢 所以 如果让周伯以及肃老去古殿中 映照出来的景象会更为的害人 这样也太可怕了 楚风不能再进化了 周西开口 为楚风而忧 一味肃老说道 按照他的状态来看 最起码应该沉淀一万年 才能消除这种隐患 然后才可以再走下去 若是让楚风听到 他一定感觉要疯掉了 他哪里有时间去冷却一万年呢 他恨不得立刻就登临绝殿 因为在这个时代 连诸天都走到了终点 个人哪里还有时间去积殿什么 不成终极者就得死 然而 眼下一群人却都动容甚至震惊 尤其是周族的一群年轻人 羡慕无比也震撼无比 只要需要一万年 这个楚风就能够问鼎大能领域了 这个速度绝对很惊人呢 虽然 这种速度不见得能排上前几名 但是也相当靠前了 周伯补充 嗯 如果运气足够好 也许几千年就可以再进化了 这时连怪龙与老谷都无语了 这种变态的速度让他们都不想说话了 实在太快了 要知道他们为了这一世能快速进阶 究竟付出了什么 足足一世啊 从史前到现在他们都在积殿 那是最宝贵的光阴 舍弃了亲骨 忘却曾经的红颜才换来此生的抵御 楚风从古殿出来了 果然当他听到周族民宿劝解 他需要再沉淀一万年时 直接抓狂 他可以等 可世间会等他吗 鬼源头不祥之主 祭地以及主祭者 这些都要出现了 再不强大起来 他就没机会了 甚至 还有踩着地骨要回归的神秘生灵等 而这些都说明 这天地间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连上舱之上的至高生物都坐不住了 要来争夺什么 太慢了 难道我的资质奇差无比 不适合进化吗 楚风低雨 终然那是一阵无语了 纵然是周族的民宿 面皮都在抽搐 你这个是认真的吗 你骂谁呢 怪龙的则是想喷他 老古都有点忍不住想打死他了 想到自己为了金时 不惜主动坠入 阴府中化成九幽旗 从史前苦熬到现在才成俭天日 自己都没抱怨呢 而他却说一万年太慢了 这混账的楚风魔 竟敢如此作态 这样不知足故意的吧 所有人都不想理他了 包括周族那些原本对他嫉妒 羡慕的年轻嫡妻 这时都闭上嘴巴 不想说话 楚风扬天而叹 想不到啊 我居然遇到人生挫折 有难以打破的桎梏 一万年我实在等不起啊 这种人 这种人怎么去劝呀 如何去夸赞 原本周族的民宿 还想激动与亢奋的告诉他 这种天赋古来寒见 速度足够快了呢 祭奠一段岁月必成究极 可是 现在周族的苏老们都黑着脸 将话语给咽回去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订阅此专辑